越美部落居住的长者相当多 歌手张正月和部落青年 关心长者在防疫的情况下 是否有足够的防疫设备 在青年阶级集职之后 购买了口罩酒精喷罐防疫用品 来赠送给部落长者 让长者深感窩心 虽然防疫降级之后 部落对疫情所受的影响程度比较少 但部落青年仍然关心部落长者的防疫情况 我们年龄阶层的会长 然后张正月也亲自从台北南下 然后回到花莲 大家一起帮忙就爱家爱户的去发送 那在之前前两个礼拜 是我们的下面的另外一个 接着马沃拉德 发放就是村庄的 携带型的消毒水 然后我们就是能进一下 我们替自己的村庄 尽一些绵薄的资历 歌手张正月和部落青年 集资购买相关的防疫用品 赠送给部落长者 让长辈深感窩心 前几天我们回部落就帮忙发口罩 下一个阶级已经有发酒精 这一次呢就能够回去发口罩 我自己会觉得啦 就是说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虽然我们年轻人大部分都不在部落 但是我们今天回去做这个事情呢 刚好可以去照顾老人家 我会觉得还蛮好的 虽然就是说我自己也不在部落啦 那很多事情很多事物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做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心可以去帮忙 那当然也希望就是说 其他的部落啊 或者其他的原乡的这些年轻朋友们 部落需要有一些事情要做 要帮忙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就回到部落 只要一点点时间 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去做好 对部落也好 或对自己也好 都会有很好的一些帮忙这样 一百五十五盒口罩 两百二十瓶酒精喷罐 部落青年集资所购买的防疫用品 希望借由青年的爱心 赠送给部落长者 充分达到防疫的目标 还能够提高部落长者 在施打疫苗上的意愿 记者林杰双风箱采访报道